铿枪建国三学女性大奖 今天我们现场有的就是 九宫学的创办人乐老师 那其实我会比较好奇 就是说九宫学它是怎样的一个学问 那么您是在怎样的一个情况下 会创立九宫学呢 对 其实九宫学呢 是以一个宣学为基础 东方宣学为基础 然后主要是帮人家规划人生 就是帮人家找对人生GPS的一门智慧 一门学问 它其实是非常实际 非常实用 非常简单 但是可以帮到很多人 寻找它的人选方向 因为太多人好迷茫 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九宫学 那九宫学本身创立了 可能就要追溯回就是以前呢 在 因为其实很小 我就很喜欢选学这一块 然后我其实就是在人生经历了很多 就是比如说我其实一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 已经 我妈妈说我就已经过世了 就是已经过世了 后来是被救回来的 然后后来就 我觉得第一次接触选学是 我大概十十岁的时候 然后当时我是做这一个扑克牌占卜 就开始学 然后后来发现自己挺有天分的 然后就一直开始研究研究 然后until就是 后来就去打工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也尝试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后来发现经历了很多 就发现很多东西这个不是我要的 然后包括因为我是宾南 我是槟城人 然后我们很爱算命嘛 然后那时候就很多算命的说 你应该是活不过这个五十岁 然后呢我到最后我去学这个掌文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们有量的嘛 然后我就发现 还真的是就是没有 不能超过五十岁 然后我就觉得 这样当时我们一定有两个选择 那第一就是 我们就这样嗨就过了 我们就像咸鱼这样 然后你就这样 反正你都命不长嘛 你就十多年 你就这样过 那第二就是 然后我就想说 我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我觉得今天即使我闭眼睛 我也可以过得很好 我觉得我不后悔 我没有遗憾 然后我想做一些 我喜欢有意义的东西 后来我就毅然决然的 我就完全就是在学学 其实之前我也是有去过一些宗教类的 但是我发现还是找不到我要的 然后直到我就开始进入 就完全福利在学学的时候 我就当你看着你身边的人 就因为我们帮人家规划 然后当你一直看着身边的人 越来越好的时候 我就觉得 然后那个成就感是 满足感是没有办法取代 我就知道这个是我要的 所以另外就是我觉得 我也不想过一个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的人生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我们每个人都讲说 我们的财务也要规划 我们去一个旅行也要规划 那我们的人生呢 我们常常讲商业有商业的模式 情感也有情感的模式 那我们的人生模式呢 那也是因为 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 我不想过不清不楚的人生 所以我就选择了学这个选学 然后甚至成立酒工学 是 所以您就是想要透过这个酒工学 去协助更多的人 过明明白白的人生 对 所以来到这个疫情的时候 有没有更多的人来寻求您的协助 然后在整个的疫情期间 带给您最大的这个领悟 及感受又是什么呢 对 在这整个疫情 确实很多人就是一直来找我们 就是咨询官 因为很多人都一下子 没有了很多东西 然后呢 开始Loss 很迷茫很迷茫 然后我觉得最大的 然后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协助 包括一些抑郁病患者 我们其实都一直在协助他们 然后有一些就是转跑道什么之类 帮他们规划 然后里面我觉得整个疫情 我最大最大的感触就是 关于玄学受害者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 玄学受害者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他用恐吓的方式 比如说 他就跟你说 你 你这辈子 你的钱就是给人家骗走的 然后你这辈子 没有运气走 然后或者就是直接 我甚至有遇过一些 是直接跟他讲说 你 你这辈子不用想嫁出去了 我很想跟他说 是嫁不出去 但是我找一个 生活伴侣 我就不签字 可以吗 然后最近 好像最近就有一个女生 18岁而已 就有人跟他说 你知道吗 你20到32岁 我完蛋 然后你32到45 更死 比20岁那时候更惨 就是你的运气会更糟糕 然后我就问 我就问这个小女生 我说你甘心吗 你20多年就这样 我说你真的认为 你20多年什么都不干 你就等那个运 反正都不好运 我就这么过 我说你认为 他说45岁过后 他才有运气走 我说你就等 你就等到45岁 然后你觉得你有运气走吗 我讲 命有天定 运有己身 我说这个东西 不要 我讲 很多时候 我们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选择之中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你今天怎样选择 你的命运就怎样去改变 所以很多人其实在这个疫情 特别多人问我 老师可以 你觉得人是可以改运吗 很多人好奇 我说一定可以 你只要愿意改变你自己 那这个运就会改了 他其实是自己改了 然后运就改了 很多人其实是因为思想跟心态 没有调整 在一个对的 我们讲对的channel 其实他就一直 就每天就是撞场 走一个网路 也是 这个疫情我看得好多好多 宣学受害者 我其实很想真心地分享这个东西 就是 人生不要放在 不要放在别人的嘴巴上 我们要的话 把它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实际 对 就是一定要学习 去掌控自己的人生 就算说它是逆境 还是要把它扭转乾坤 变成顺境来讲 对 对 那其实很多人就会谈到说 一位女性企业家 她如果说要把她的这个企业 经营成功的话呢 就必须要去具备这个 坚韧以及勇敢的特质 那你认同吗 为什么 我非常认同 非常认同 因为 我觉得坚韧 坚强 勇气 缺一不可 因为我们 在我们这一行 我们常常讲天使第一人 天使就是我们这样 希望都在对的时间 遇见对的人 做对的事情 并得到对的结果 那第一例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你能多有坚持的 去创造你的条件 因为当我们有了条件 我们才来讲平台 比如说今天我的马来文 哇 很好很好 那我可以把这一行业 带去马来市场吗 possible的 这个东西 因为我有条件 我才有这个平台 同样的 就是 如果这一个条件 是 你打算就是 我就坚持几个月好了 它不可能会 创造平台出来 如果我们没有 这一块的话 那另外就是 最后我们讲的 人和 人和其实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 我们说我们今天 给到你最好的时间点 今天是最好的时间 比如说现在 我们的经济已经恢复了 其实2020年将会是 百业兴旺的一年 百业蓬勃的一年 但是如果今天 我们不去准备的话 那这个平台 有没有拿到吗 不可能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但是很多人不敢 坦白说 因为为什么 被这个疫情吓到了 他们很不敢 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就缺乏这个勇气 他们不想去 先铺好那个条件 去铺好这个平台 那2020年的好 他也拿不到 所以其实人和 是你的决定 然后他也是 最重要的这一块 是 那么因为可以看得出 就是您在经营 这个酒工学 应该是非常的忙碌 需要协助 就是需要协助 这个顾客 解决他们很多的问题 是 所以在您忙碌的同时 又是如何 把这个时间分配好 又能够拥有 自己的me time 又能够协助到 您的客人 确实是挺忙的 然后 OK 然后后来 因为我也是觉得 一个人的能力 非常的有限 然后 包括 所以选学我 为什么走教育 这一块 然后我也有栽培 我自己的团队 因为我觉得这个 是很重要 因为比如说 我今天一个人的话 我能见一个人 我一天 可能我才见到 三个四个人 但是如果跟今天 我有 我手上有20人 50人 100人 老师在我的手上 那我们肯定 可以做更多更多 然后 我也一直很想 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 很想传下去 所以 我就会开始 就前面确实 两三年前 确实是比较辛苦 就是去建立这个团队 然后慢慢慢慢 就是我们可以 放手的时候 你发现很多东西 就我们讲 辛苦后天 然后我们就可以 比较有自己时间 比如说 我很爱精修 我很喜欢 因为我很喜欢 风水 学习的东西 我都会 自己去上课之类的 然后去旅行 旅行是我的一个爱好 然后因为我很喜欢 研究地心 就跟风水有关 然后我就很喜欢 到处去这样 然后当然自己也是 我每一晚回家 我一定会 留一点时间给自己 就是一个小时 然后我的 就是会看 看戏 就是 联系就一集 OK 然后让自己休息 然后每个礼拜 我一定会有一天 是休息的 就是不管怎样 我就会 设置好一天 因为 人还是需要 我们讲充电 不可以一直这样 就能量是会 被消耗掉 然后 也是会 干苦的一天 所以 就会 就会先排好 然后很多东西 我们一定要 懂得放手 就是 既然你 相信这个人 你把他 拿进来团队 你就要相信他 然后放手 给他们去处理 是 所以其实 在经历这么多 就包括说 您说从小 可能你经历了 很多的这个波折 包括说 有一些些的小状况 让你更加地去 有兴趣去了解 更多关于自己 才透过这个玄学 去找到答案 所以这么一路走来 有没有任何的 一些人事物 在您的生命中 有带来一些 启发的影响呢 是有 是有一个 我觉得对我人生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moment OK 因为我是来自一个 很贫穷的家庭 我十岁已经出来 做工 然后 但是我 我那时候 我都还不觉得苦 我觉得只是让我更着手 比一般的人 然后 until 到大概 我忘记 大概十多年前吧 然后就发生了一件 很大的事情 就是 我有经历过两年 就是很 严重的黑暗时期 当时我的公司是 倒闭 就是我打工的地方倒闭 然后后来就失业嘛 然后就没有办法就出来 然后做妇业 然后 也会一直 遇到不对的人 就是 拖欠你 薪资什么之类 然后后来我就因为太压力了 太压力了 然后导致身体出了状况 然后我被检测出 我是高 risk cancer patient 同时其实我身体 有很多病发生在身上 然后我花了好多好多的 基本上花了我所有的储蓄 去治病 然后同一时间 原来我有很严重的抑郁症 所以其实我为什么 我们可以处理抑郁症的 是因为我曾经是 然后最可怕的就是 原来你抑郁症的时候 你并不知道你是抑郁症病患者 然后你每天的生活就是 没人想着说 为什么我还留在这个世界上 你是这个世界的累赘 你是这个世界的垃圾 你是身边的人的拖累他们 你就是他们的负担 每天睡觉前就想 我要怎样死 会比较好 就是我经历了这样的一段时间 而且同一时间 那时候我的X还跟我分手 就因为他劈腿 然后他就只留了过之 就是我们分手吧 然后当时其实 我已经要去自杀了 然后我一只脚已经在21楼外面 然后虽然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我后来会回到我的 我其实有断片 我不知道人是不是去到最悲响的时候 他就会选择一种自我保抑意识 然后我就回到客厅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流泪 然后我觉得我已经苟且 偷生了两年的时间 接近两年的时间 后来有一天 就一天真的是突然间 我就驾着车 然后因为那两年真的 过得非常非常糟糕 然后连吃都出现问题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我就驾着车 在一个车路线停着的时候 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 我一个小女子 我一个小女子 然后我就可以驾驭 就是车这样大的一个机器 然后我觉得 其实我也挺厉害的吧 然后我就抬头看一下 因为那个红情灯真的很久 然后我就看一下 那个植物 大树好漂亮 路边的花好美 然后今天原来阳光很好 天气很好 我就突然间一下子 我就改变了整个想法 说其实这个世界还挺美的 这世界挺美好的 只是我一直没有去发现它 然后我就一直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 一直觉得自己很惨 那种受害者心态 然后后来就那一天开始 我就换了 我每一天鼓励我自己 我说你一定可以的 加油 这个事情你一定会说得好 明天你一定是perfect show 你明天一定是怎样怎样 就是就从那天 其实这个习惯就是替自己加油 鼓励自己的这个习惯我到现在还维持着 十多年了我还维持 然后后来原来我就想 原来我们人 只要一个念头它转 事情它就变好 转念很重要 对一个转念而已 就是一念之差 然后你就觉得说 其实一切事情就是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而已 所以后来 我自己本身就写了一个东西 叫念头管理学 因为原来心想事成 它真的是发生的 原来我们心想什么 那个事情就会成 不管你今天想的是不好的 它也会成 你想好的它会成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念头 它就影响了我们整个人生 后来我就选择了 就 所以每一次我都会把自己 提醒自己说 其实你转念 是啊没有什么大事 都是小事 我们讲心越大事越小 的确就是这样 对 所以来到最后 有没有任何的人生作用 有没有想要与大家分享呢 有 就是我觉得人生 没有过不去的坎 过不去的是我们自己 就好像 你知道吗 人生是不会 你知道上天是不会给我们一个 过不到的坎 只在于你今天把这个坎 当作是一个障碍 你就永远过不去 因为它对你讲就是一个困难的东西 但是如果今天你当它是一个挑战 你只要把它踏过去了 你的内心就更坚定 你就会更强大 因为你就好像我们打游戏嘛 对不对 就过了一关又一关 它就是up level 你就up了一个level 所以你一定过得到 然后如果你今天选择当它是障碍 你不要过 我告诉你 它会回来的 它会用不同的 可能不同 在不同的人事物的情况下 它会再回来 你还是要过 而且上天一定不会给你一个过不到的坎 对 真的 过不了的是我们自己 对 就像乐老师他所说的 上天不会给你一个过不去的坎 关关难过 关关始终是要咬紧牙根过 尤其是身为女性企业家 更加应该要具备这样子的精神 我们非常感谢今天乐老师的分享 谢谢 我们期待 是的 我们期待下一集更加精彩的 《空腔经国》30女性大奖访谈 谢谢 拜拜 拜拜 by bwd6